加拿大必须把力量聚集到一起 才能抵抗共产党对未来的攻击 共产党的所有的灭爆小组的力量 和对美国进行3F执行的力量 绝大多数都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然后是英国 亚洲肯定在日本了 我们一定要保住加拿大这个防火墙 我今年的下半年 在日本有一个演讲一个大活动 带有宗教界的领袖 音乐家在日本搞一个大的演唱合同 大概估计10万人以上 我会唱歌演唱会 郭文贵和某宗教人士在日本搞的宗教诵经演唱会 灭共演唱会 可能啊可能啊正在这个安排中